講到直升機的問題 既然是這樣,我們又講多一點關於直升機 如何用無人機攻擊直升機的部分 有這些很有趣的位置,因為大家剛才看到圖案 嘗試攻擊一架 俄羅斯的攻擊直升機 所以上網這條影片 很明顯,那架無人機就是Tetracopter 都是叫做四族那種 那架無人機應該由炸藥 他向著CAM-2打過去 差一點,差一點打中 Turnout的CAM-2也避免了 他發現了一件事 我們講到四族的飛行器 當然在烏克蘭也好,俄羅斯也好 其實這些四族的飛行器是很多 很多 所以都是攻擊 對加一些 地面的目標會比較多 但是打到空中的目標 可能大家會覺得比較稀奇 你為何會用一架 時速這麼慢的無人機 攻擊直升機 我們說是攻擊直升機的速度高很多 為何要這樣做 是很神奇的一件事 所以當中跟大家說是有些魔鬼的細節 他怎能夠追趕到一架這麼快的直升機 你計算了數 你想想一架 攻擊的無人機 速度大約每小時70公里 大概這個速度 6-70公里 不是特別快的 重量可能是 2公斤以內 3-4磅 甚至沒有 2磅 的無人機 例如我們說大疆 你可能一架 老實你貴極 3千元美金也很漂亮 然後你去追著人家一架 12噸廠 1000萬美金的卡5-2 它最狠狠地飛是300多公里 每小時 你怎麼追它呢 大概飛300 303-305 其實是很快的 你想想你的速度落後人家 是幾倍的 人家一發力就已經比你快 加速又快 你怎麼可能會追到卡5-2來打呢 這是很匪如所思的一件事 但其實最重要 我個人覺得 他們是有一種玩法 導致卡5-2 這次被無人機截擊 我講回卡5-2 通常他們的玩法 就是他們會攻擊直升機 所以他們上面 有一些反彈厄的飛彈 反彈厄的飛彈 基本上是會瞄準着 烏克蘭的地面部隊攻擊 所以你會看到 他們通常 一用到這些 火炮東西 直升機通常是瞄準的 所以你會停在半空 我們叫做停在半空 就準備去做攻勢 攻擊的時候 往往可能你要做一些定位 等等的情況 變成你用時間 你停在大概 我當你幾百呎左右 幾百呎的高度 然後你距離的目標 又不是一定很接近 可能 你差不多10公里以外 都可以 即是可能你有一架 挖爛的坦克 你看到這裡有炮2 真棒 我想攻擊你的炮2 心想發達 卡5-2 可能大概5-6英里以外 因為那支彈一定有這個射程 我們說到Vicar的反坦克導彈 然後你對它 用一個 Laser 鎖定 然後就發射 然後Laser 制度 一直攻擊 最有趣的地方 你那個直升機 因為你要用Laser 制度 所以它要 圓停在半空一段時間 等支彈 打中的坦克 情況就是這樣 所以在 攻擊緊的過程 其實直升機是 一個弱點 如果這個直升機 是長期停在那個位置 在我們的術語 叫做Sitting Duck 你就是不動的 不動就即是死得了 可能你說要20-30秒 我當你打過去 或者可能是40-50秒 這幾十秒 你就跟死神刹堅而過 這幾十秒 通常你這樣去Lokate 去Mark 別人 很困難一點的無人機 就開始會靠近 靠近的時候 你說 之前 有時俄羅斯 沒有了41架 卡5-2 為什麼會這樣呢 可能都是同 他們 發射一些 反坦克的飛彈 的時候 他們要一直 在半空中 做一個導引 動的話 可能就影響了 精準度 所以可能都要圓停在半空不動 保持著 即是激光 即是我們說的 Laser Beam 是要指向著目標去攻擊 這個當然就是 這個年代 還有一些假的東西 沒辦法啦 你知彈不夠勁 大家都很清楚 俄羅斯就 將就一下 有這樣的技術 就出現了 但是你們說 現在用無人機攻擊之前 他們也有另外一些問題 會遇上 就是我們說的 堅托式的防空飛彈 對著都危險 大家經常想一次針 但其實近期 烏克蘭也蠻喜歡用瑞典科 即是我們經常有瑞典女的出現 瑞典一隻RBS-70 也是好用的 堅托式 激光制度的飛彈 這隻也令到俄羅斯的直升機人員 很擔心 這組東西 打起來也是 蠻好用 首先我們也要說到 KAMI這架直升機 是真的 它本身是有一個反制的措施 即是你用激光Laser 去描述它 它是知道的 然後它就會動用一個反制的能力 反制的措施 反制你激光系統 但當然不是經常都活動的 其實我們說過 例如升光防空系統可以破解 它這個激光制度 因為 我們說到 這個星光防空系統是有兩條Laser Beam 打擊它一個Laser Beam是沒有用的 這個很可能英國人 知道你的反制措施是怎樣做 就針對 克制你這個反制措施 反反制措施 你說RBS-70 未去到我們剛才說 英國 星光Stars Street 雙重 它只是一層 雖然說是一層 它的射程大概 5英里鬆一點 其實基本上它的射程和 我們說卡5-2 它類似地獄火系統的射程 其實差不多 基本上大家都是持平 所以如果大家遠鬥遠 在最遠射程大家都有機會打中對方 說回RBS-70 它是用激光做這個制度 但因為卡5-2的反制措施可能會被干擾 但如果在天朗氣清的日子 地面操作完 雖然說你離遠都能看到直升機 對不對 所以在那刻中 其實你都差不多可以改成手動 你不一定要透過Laser 自己街 你自己引導它 沒事的 射的時候 你一直看著螢幕 一直看著機器 但是當然你的道理就是 操作員 就真的不能離開它的位置 它真的要蹲在這裏 蹲在這裏 一直要蹲到打中你的位置 跟剛才我們說的直升機 遠停的半空一直等到打中你的目標位置 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不同的 地面操作員的站在這裏 給你打中的機會都有 直升機那麼大架 站在半空被人打中的機會就高很多 對不對 我做一個步兵 即我做這個 單兵去攻擊 我還可以找地方掩護 對不對 所以怎樣計算呢 都是用RBS70是好處的 如果發覺激光不成功 就立即轉手動 用目視的形式 人眼瞄準你去攻擊 所以都是挺有趣的事 RBS70 它亦幫過第47機械化鋁 他們試過同一日 24小時之內 打了兩架KAM-2 真的很厲害 因為47機械化鋁 經常被 Vica 反彈導彈打擊 經常打 包括剛開始反攻的時候 炮耳 就是被 Vica 反彈的導彈打中 所以他們就很想打回KAM-2 下來報仇 當然我們說到 RBS70 本身也是厲害的 但是現在 多了一個對手 這四翼無人機 都是會對直升機產生威脅 所以你如果行走中的KAM-2 當然是完全沒有影響 但是你 站定下來瞄準 瓦克蘭的部隊來攻擊 Sitting Duck 幾十秒 這一刻 幾萬的無人機 都可以全速飛過來 打擊你 不過上次 真的 剛好 趕不及 來到現場 打擊你 差了一點 但是說真的 俄羅斯 還有 幾十架KAM-2 如果 在戰場 被你用這招 打了一架半架 其實 都很慘 而且 士氣損傷很大 以及是不是要逼 俄羅斯改變他的戰術 即是不能用KAM-2 去這樣攻擊 裝甲部隊 如果真是 迫使俄羅斯改變這個戰術 有某程度上 就解決了 即是我們說的 維藝舊召 就解決了 俄羅斯的攻擊直升機 對瓦克蘭的地面部隊的威脅 這個從來都是 即是我們說 瓦克蘭地面部隊 經常沒有空軍 沒有空優 連直升機都沒有 這樣面對著俄羅斯 還可以反攻到如此 俄羅斯真是相當無能的 其實真的 你又有空優 你又有低空優勢 但他都不敢太過分 看到對方的manpacks過來 其實他們都害怕 尤其是空天軍 大家都知道 空天軍一定是怕死一點 這個必定 當然有另一個故事 另一個故事 就說 其實如果你說 Kalm 2這件事 可不可以用另一架 攻擊直升機 去拯救他 例如我們說 用米28 又行不行 因為Kalm 2那件事 差點被 無人機擊中這件事 已經是進入了 俄羅斯的radar 即是他們看到這件事 他們就有想過 如何解決問題 例如 他們有想過 是否要用米28攻擊直升機 打那些無人機下來 這件事 很好笑的 其實我也歡迎 俄羅斯用這件事 其實你自己消耗自己的資源 有時候玩 手不過 又擊不中 然後一架無人機 勇往直前 就打你的米28 是吧 甚至乎你只會吸引更加多的 攻擊直升機過來 因為 我沒有了五架攻擊直升機 我只要 HIGH 花到你一架米28 都值得 甚至乎你出事 禽獲 甚至乎你墜毀 一次過禽獲兩架 所以其實要這樣的戰賽 對付我 不是覺得是好事 反過來 應該是要考慮一下 其他的玩法 其他的想法 是會正常很多的 這個